這個觀眾朋友把它當成 這個鄉土劇 八點檔來看 會比較寬心一點 看多了這些弊案之後 要更有體悟 當然如果說之前的案子 你都沒看過 我第一次看政治弊案特別的投入 那我就算 那如果你是一個資深的觀眾朋友 那看台灣的政治也是接二十年 跟我一樣 那就不要太入戲 這些東西只是好 那如果說像剛剛這個 主持人哈雲講說 他去對那個什麼發票 什麼素食店的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太肢解了 這種工作交給我朋友 四叉帽去做就好了 我們不用去做那些事情 去對什麼計程車費什麼 那個太好笑了 千萬不要這樣子 那這個案子 現在落在臺北電署手上 對民眾黨對柯文哲 都是非常嚴重的這個打擊 所以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有沒有必要這麼大規模的 這麼大陣仗的去調 這個這些帳策 然後這樣辦成什麼 繽紛七路 七張搜索票 你看鄭文燦連一張搜索票 都請不出來 他一口氣就開七張搜索票給你 所以可見這些檢調頒案 而且我也要特別跟大家講說 這個我以我的金額 我沒有看過偉照文書要一百萬 一百五十萬交保的 真的 哪有哪有這種金額的 然後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那個什麼電子監控 我們做那種電子監控 他就是說他把手機給你 然後這些手機是特定的手機 你要按時的回報 是怕你逃亡嗎 怕你再犯嗎 其實我們這種電子監控 比較常遇到 是在這種重罪已經定驗 或者有性侵害這種的 這種比較特殊的犯罪 你說偉照文書的這些 一個是會計師 一個是李文娟 然後他們你要做電 那個有點欺負人 那這個案子其實 因為他的這個行動 沒有非常的重 但是對柯文哲 對民眾黨的形象 也非常的這個影響 所以我這邊特別要鼓勵 這些小潮朋友 我們輸人不輸政 我們不能輸給四叉貓 四叉貓能做的事情 你們一定也可以做 把你的手機跟電腦打開 對不對 去查賴清德 去查侯友宜 我們在座三位選將 蔡振元 羅志強跟鄭立文 他們都有參選過 去查他們的政治 我沒有選過 不好意思 歡迎來查 對...你看蔡振元很困 去查 來 去查 去查 把他們通通抓起來 對不對 下次下禮拜就變 我已經被查過了 你把他們通通抓起來 下個禮拜哈林 你就專訪我了 專訪成輝文 就一對一專訪了 你們三個都不見了 羅志強之前 已經被監察院修理過 306月已經被查過了 對... 所以大家發揮你的這個 就是說你去查嘛 去把這個賴清德跟侯友宜 因為那個申報的東西 他們其實 觀眾朋友 你去推演說 一開始這案子怎麼爆發 就是他們就是去查 然後從裡面隨便找一些漏洞出來 然後就越滾越大 就變成這樣 那你說這個東西是不是 會有一些這個政治追殺 或者對柯文哲不利的 就鼓勵這些小黨 因為這個民眾黨的立委的任期 是到2028 就算柯文哲被收押進艦好了 這最慘的狀況就是收押進艦 這些立委他的任期還有三年多 所以柯文哲的政治影響力 那他一定還是在那2026 2028 想也知道民眾黨不會缺席的嘛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在這個時候 就千萬不要去那個 那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這個 這個對柯文哲是比較嚴重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是上個禮拜五的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先坐這個導覽車 先告訴你說 下個禮拜要約談彭政生 那自由時報的準確度有多準 他禮拜五寫 結果禮拜一 台北京主好乖 聽到自由時報的這個指示 立刻就約談彭政生 戴口罩的彭政生 然後他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的副市長被限制出境 那你覺得柯文哲怎麼辦呢 所以柯文哲 這個柯文哲被限制出境 那是時間的問題 你看今天自由時報 他不排除金華城的案子 不排除以被告的身分 那不是廢話嗎 整個標題都是廢話 因為這個金華城案子 他偽造文書的刑度是很輕的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我不曉得那要辦什麼 這個圖利罪貪汙智慧條例 這個圖利罪是五年以上的 有期徒刑 最輕就是五年 那這個案子 因為副市長已經被限制出境 柯文哲被傳 不是會不會傳柯文哲 是什麼時候要傳柯文哲的問題 是timing的問題 他一定會傳柯文哲 那這個案子比剛剛前面 主持人提到那個政治獻金的案子 以這個刑案的這個角度來講的話 嚴重一百倍 所以柯文哲真正的問題是在這裡 是在金華城 不是在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他有好幾個防火牆 李文中 財務長 總幹事黃珊珊 到時候怎麼推出去五門問展就好了 柯文哲還是 那你這個金華城的東西 這個蓋章的人是誰 這蓋章的人是柯文哲 台北市長是柯文哲 這個問題比較大 那最後這個主持人我譴責一下 就是說這個三位國民黨朋友 在這裡我是特別的難過 今天我們中國時報的社論 說藍白要團結 就遇到柯文哲的這個事情 我特別的覺得遺憾為什麼呢 因為觀眾朋友 柯文哲在政壇是什麼風格 羅志強最清楚 羅志強辭台北市議員之後 還說柯文哲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從此跟羅志強心裡 就一個疙瘩在這裡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這沒關係 待會兒我也請這個志強兄指教我 我的問題是這樣子 我請問觀眾朋友 如果今天有政治獻金問題 的是侯友宜 你覺得柯文哲會講什麼 這樣就好了 我也呼籲新竹市的柯媽媽 你說你兒子被人家遭遇 你兒子被人家遭遇的時候呢 你兒子在罵人的時候呢 是你兒子經常在糟蹋人啊 你生豬狗狗 生豬狗不好 你兒子在罵人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那你想嘛 如果今天 是侯友宜的政治先進問題 柯文哲會放過國民黨嗎 會嗎 我舉個例子 當我的結論就好 你看一個月前 鄭文燦吐嘴的時候 柯文哲那個得意的樣子 扮鄭文燦 才一個月回力標 就射到柯文哲的身上來了 還有人在期待藍白河 蕭旭城跟我講說 柯文哲重傷對國民黨不是好事 那你國民黨就跟柯文哲 一起埋葬好了 一起走入歷史山洞好了 就國民黨跟民眾黨抱在一起 國民黨出來幫民眾黨背書 國民黨出來 證明柯文哲的清白 這有道理嗎 我沒有說要對柯文哲落井下石 因為你現在案子落在 台北紀念署手上 會好不完全 但是國民黨的立場是什麼 我看不見 他還說要跟民眾 你想想看 柯文哲這個我就說到這裡 他如果今天是侯友宜出色 柯文哲 柯媽媽 你也知道你兒子什麼故事 柯文哲一定是肚子這麼生 把國民黨嫌棄得不一塊好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為人 不然你看柯文哲身邊的幕僚 為什麼一個一個背叛他 友台的節目 你罵的每個都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前助理 為什麼 你兒子是怎麼待人的 他連他自己的幕僚都顧不好 幕僚都出來背叛他的 他怎麼可能治國呢 對不對 我們中式的地址在內湖 他連內湖的塞車都處理不好 當市長做背擬 那時候說什麼 我九個月就把內湖的交通解決 怎麼這麼厲害 九個月啊 八年都滾蛋了內湖一樣塞車 你們兒子連汽車都沒辦法改革 要做總統 你們拜託的 對不對 不是說我要把柯媽媽嚇 你不要每次都講什麼 你扣我雷公 最近還在打雷 我好害怕 我怕啊 我跟你講 這都不會騙的 我也不要講難聽的話 就是你兒子以前做過什麼事情 你自己要去想一想 對不對 那為什麼那些身邊的人都背叛他 為什麼 不是沒有原因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